1月22日是农历腊月初时 农历牛年也越来越近了 当天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六头刚刚满月的金毛铃牛宝宝 就第一次和游客们见面了 金毛铃牛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 记者在动物园看到 六头金毛铃牛宝宝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非常活泼好动 头上还没有长出成年铃牛标志性的牛角 但这六头金毛铃牛宝宝的大眼睛和小耳朵 还有颇具特色的短胡须都非常讨人喜爱 但既然叫金毛铃牛 为什么在幼崽身上看不到金毛呢 等到大概六到八个月之后 它基本上可以食用成年金毛铃牛的食物之后 它的毛色就会慢慢的变成金黄色 但是要完全变成金黄色 要等到成年之后 成年的话像熊性的话四到五岁可以 吃性的话最早三岁 一般到四岁左右可以吃班子 据保育员介绍 金毛铃牛是高山动物 凡是能够到达它们嘴边的植物几乎都吃 它的食料至少包括一百多种植物 目前幼崽们以牛奶为主 并开始采食少量的树叶 据保育员介绍 金毛铃牛幼崽大部分在出生两小时内能够站立 24小时内能吃上出乳 这些行为都是健康状况良好的征兆 当天保育员还为这六个活泼的小家伙安排了体检 但每一个都是不听话的小调皮 保育员要用奶瓶一个个吸引过来 才能抓住短暂的时间 快速地给他们逐个测量体温 监测心率等等 而他们脸上的紫色标记 则是为了标记是否已经喝过牛奶做过检查了 一个是让年轻的妈妈怎么去学会带宝宝 因为这些的话都是他妈妈不会带 所以我们要进行人工扶手预诱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看把那个种群继续繁育扩大 那我们现在是分担了两个种群 这也是为了保险期限 一个是避免进行繁殖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让它充分地进行一个扩繁 据介绍 动物园从2009年开始引进金毛铃牛 至今园区内的群体数量已达到60多头 形成中国除保护区外较大的繁育种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